中美監禮又到了一个考验的时刻 首先不要说现在会不会是吹和风 现在就算是内地也是在吹和风 和风的意思而已 希望就是这个布林肯来到绑华 达成互相的一个交流之后 我们可以改变美国 这个就是我们的想法 首先看最新的消息 这位仁兄叫博明 博明就是美国的前副国安顾问 我想也是做情治人员 他提到一件事 他去完台湾 非常不友善地以一个美国前高官 和做国安的身份去到台湾访问 然后就说了一个说话 举人一个记者招待会 他就说现在台海的局势 和美国的所谓印太地区安全战略是息息相关 他觉得就是日本提升国防是有助避免台海开战 就是说美国松绑日本成为军事正常国家 甚至主动参与这个亚太区的事务干预台海问题 这是稳定太平洋的一个重要部署 这个就基于中国威脅论 如果你不是基于中国威脅论 你把日本搞成一个地区性的隐患 就相当于有问题 之前2015年刚才提过的基生学博士提过 如果日本在安倍仲三的治下 日本是很有气势 准备朝向修宪和变成正常国家的发展 不过当时基生家提出 如果日本是不受控制的话 东亚地区很危险 你放了出来怎么收回呢 现在美国是不考虑这件事 起码有一派人是遇事 还要提到这一拨命 我想我们代表是美国的鹰派 就是认为应该要加强 卖多些有防御能力的武器给台湾 因为中国有很多导弹 中国有很多导弹是必然的 所以台湾也有这么多导弹 譬如说中国拥有1000枚导弹 台湾起码也有990枚 他的理论就是这样 另外日本起码也有2000枚 地区就是安全 原来地区的安全 基于中国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 这个前提之下 这个说法就是令到 在布林肯来到访问之前 有一个鹰派是相当之有这个影响力 起码在舆论方面 另外提到 金珍甲博士也提到 目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芯片 而芯片是决定未来的经济 所以现在美国 这位博明仍是不单说 要卖武器给台湾 同一时间要加强管制芯片 即是每一步都是要赶絕中国 每一步都是要争取 中国是变成一个落后国家的一个手段 所以说你要谈这个 中美缓和 又如何说起呢 首先我不要说在金珍甲博 看《环球时报》最新的一篇社评 就是说 世界希望从中美那里听到好消息 首先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今次他最后一段 就是说有时候我都感受到 美国是有改善对 华关系的意愿 但是看不到他能够拿到什么实质性的行动 可能就是华盛顿挑出一些人 或者出来搞一些事 令到中美双方的关系又变得差 盘据起 华盛顿的激进的政治力量 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 某种程度上 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僵局 就是说美国有自己的矛盾 所以令到中美关系的僵局 往后退了 现在退到 真是万丈深渊之边缘 再推 如是者 比如说博明这些说法 比如说放日本出来 加大台湾武器的军兽 你真是退到不退的时候 断言手电就必然出现 因为你是触及到中国的底线 这个是没有人可以阻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骤 包括你美国 日本不用说了 你可以省下 所以说 今次《环球时报》的社评 提到一件事 就是说 你是这么多矛盾 中美是这样跳 这样的 亂跳这个探户 都是前前后的暖步 在暖步的时候 大家都没忘记 双方的贸易是有7千亿美元 这才是中美关系的基石 这一个是打仗以外的一张所谓的经济牌 如果我要解读的话 中美是不能缓和 是我一向的主张 是我的肯定 为什么呢 中美不能缓和 这个外交方面 军事 已经形成了一个 亚洲八弱的一个态势 有这个 澳洲 涌核化 甚至 已经做盡了 你还没有和我们 有一个军事的冲突 双方现在已经做到盡 已经去到边缘 所谓 这篇社论所说 是可怕冲突的万丈懸崖里面 但问题就是 如果你读过战略 或者读过外交的理论 或者那些论述 你也知道战略 就不同于战术 战术就要打赢为目的 你冲我打 你杀我 我陪 这些东西 战略是很不同的 战略就是说 当大家去到 葛林界典的时候 我们要改变形势 来造就我们更有利的条件 之类叫做战略 硬帮硬帮硬帮 找个头砍 你的头 这些就是斗牛 斗牛 可以叫做战术 两军相逢 勇者性 不需要说 这个没有什么艺术 你打一些兴奋劑 你也可以冲上战场 以前就是二次大战 听说德军也是这样 吃了兴奋劑 才可以冲上战场 但是战略不可以吃兴奋劑 要冷静 这就是正正我要带出来说的 就是基辛格的智慧 基辛格提过很多次 提美国也好 提中国也好 其实各打50 都说一样东西 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言论上 说到尽 放到尽 你觉得是的 他真的不会的 他就温年在口 大胖在手 他真的做到基辛格的所谓的根传 就说我没有说死 我始终都是一个中国 不过突然间 拜登就假设有些失忆 或者是消耗失忆 说不是啊 台湾有什么事的话 我美国会明确出兵保卫 说了四次 接着你又说 白宫就说 不是啊 他的老人家 不知道什么事 可能 就当没有说过 其实就是说了 说了四次 说了四次 但仍然是温年在说 我们要谈 我们要回谈 我们要多些通话 于是就派布格林顿来 我之前说过 布林顿逃穷避现 来做什么呢 是不是想说 你要进行军事冲突 你是想警告中国 如果是进行军事冲突 如果中国依然是 不奉行 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这些这样的 稳定太平洋的 这个亚太地区的策略的话 我们就会好似 俄罗斯那样对付你的了 这一方面就是以战逼战 以战是迫和 希望中国就好像公知所说 我要换和 拿出我们的 一些非原则性的让步 譬如说我们也 不多不少给他 譬如刘鹤和耶伦 去谈的时候 我们就多给他一些好处 这些是投行派 如果在内地当年 就有很多思想斗争 就说这是投行派 我可以说战略 我可以转转 你这些尼米茲号的航空母船 和你放了日本出来 做这个军事的正常国家 是对你的利益是没有好处 这就是7000亿美元的中美关系 经济 譬如说美债各方面 我们将在临近冲突那方面 将战场扭转 我说过就是说 从立体来说 中美关系不是一个平面二维度 是相当多的一个复合的多元体 如果你看到那个维度 就看到 中国有很多的战场和美国 简单来说有四个 外交 军事 经济 和文化 文化就是逆之战争 这四大战场里面 如果譬如说美国 他觉得有三个的 动力 就是三个战场都失利的话 他被逼最后就会进行 这个所谓的军事的冲突 这个冲突呢 是热战 可能是核战 也可能是一些准军事 例如封锁台湾之类的东西 大家看到就是 大家手上有几张牌 现在美国是 单方面造成一个形势 就是说 是冲向军事冲突的方向里面走 希望以战逼和 中国提出让步 凝固一些公之所谓的换和之说 换位也就是说 我们要让你 如果看回 和一个社评 就是华球事务的官媒社评 世界希望从中美那边听到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战略转移 首先提点美国 就说我们要将他 从一美向军事 那里冲上去的时候 首先说我们有一个大炮 和你一个大炮可以兑陷 如果你发觉是需要兑陷的话 奉陪 不是的话你想想 其实还有其他可以竞争 或者有其他合作 不要说竞争先 我们有7000亿美元的中美关系 另外我告诉全世界听 你不要支持美国 去捣乱 每月就送 你 澳洲好 日本不说了 日本已经根本就 七生报国了 这个暂时不要理日本 这个台湾也要警告他 你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在建这个截口 是需要进行经济的复苏的话 我们将一个希望 将一个态势 将一个战略形势 拉回来 在经济层面里面 这个现在希望在布林肯的会谈里面 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到 这个外交艺术 是能够扭转到这个东西 改变的战略 就是战略的改变 是所谓叫做 避免了基辛格博士所说 你不要两个攀牌 真是不能攀牌的 你也不要把这些东西说盡 当然美国就没有这些说话 说盡了 说了当我老人痴呆 但是他的军事的行动 最近看得很清楚 对台军售 对日本的松绑 但是真的很容易去到 如果譬如我们也是 一头撞上去的话 2023年必须有军事的互动 你可知 最起码是台湾的封锁 所以基辛格博士提出这件事情 说得挺切实 而且警告布林匡 你去中国说话小心点 你不要撂爆波 譬如如果中国放出善意的话 不如我们暂舍 如果那次冲上 大家都没有数的时候 说一下经济 可以经济 竞争都不一定的 都可以的 不如说一下经济合作 例如叶伦和刘鹤 可能打开第二条战线 简单来说 先打开第二条战线 就是叫做换和 意思就是我们把战略重心 放在第二边 那气氛就不会向军事 常常说换不换和 就是说 你会不会造成军事冲突 或者是终极的冲突 就是行战 这个就是经济盖 经常说你千万不要这么搞 两个融合国家说话 就是要小心 但是当然 美国说话很小心 但是做事很大胆 中国也凝固过 王毅也踢爆过 你一尾说一尾做 也都没所谓 知道你有几个战场 我们知道有几个方面层面 多元化的竞争的时候 你这样来 你在军事方面这样来 我现在有军事实力去顶住你 你要打击之战争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防火的工作 可能是对你作出一些所谓的反宣传 如果你要文化交代的话 我们可以做好 大家可以叫和平一致 就是有很多的灵活的一个看法 我们不是俄罗斯 俄罗斯没有牌的 就是他实力又不够 影响力又不够 经济能力又不够 经济能力只是输出天然气和石油 很单一 所以他每次都要靠军事牌 但是中国不是 好了 那我说一下机身架 一点点 我是目睹在电视上看到中美建交 尼克松 尼克逊落记过 差不多是圣诞节那段时间 也小时候 看到这个无线电视 还有彩色 那机身架 就立即是有了中国议 那我的中学的老师 就是中学的老师 在美国 我读教会的学校 在美国来到 都大讲中国文化 都会讲国语 中国突然间的地位高了很多 世界很和平 很多经济合作 当时我和很多同伴都觉得 我认为机身架是否救世主 到现在 之前都这么想 都挺受我们的尊敬 就是机身架博士 是不是 机身架博士就是100岁了 所以王毅当时是外长 就去和他特意和他会面 我只是记得现在的机身架 我认识得很清楚了 我只是记得机身架的说话 这个就是他所谓的机身架定论 那他有一本书叫《大外交》 一书都很大冊 那么看过 其中也是有人提点过 这一句说话 我需要提出来 机身架最影响我们中国的话 就是这句说话 世界每隔百年会出现一个新的全球大国 奥巴马就说 希望美国再做一次百年的全球大国 或者所谓是百权国家 或者是领导国家 这是他的所谓的愿景 也表示到 其实美国已经是出现了 作为全球大国 已经是百年了 任期差不多了 下一个全球大国在哪里呢 根据机身架定论来说 我估计一定是中国 所以在整个的情况来说 现在也有一些内地的评论人 就说 机身架出来说话 他就当神愚一样 其实虽然他是百岁的老人家 他最大的一个形象 他是和平的使者 他出现了 令他世界和平 这个就是我们的认知 但是这些工资 加上他们的分析 就说 大哥 这个是和平的 大哥 他是一个有一百岁的智慧老人 你不要当作是一个二十岁参加选美的阶礼 他说的和世界和平 不是你所理解的和平 他的和平是不賤而不仁 以美国利益为先 这个就是我今天对机身架的体验 这个已经改变了我之前 小时候看电视 小时候上学 看到我们的美国老师所说 我们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地位 就是因为他 机身架不辞劳苦 穿过很多艰辛 努力去变立中美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应该很感谢这位和平师姐 不是 美国在他任内 或者在他顾问之内 发动了不少战争 但是问题 对于中国这个大国 和苏联的大国 我们在下方的平衡 做到不賤而屈人 不屈谁 俄罗斯 即是苏俄 林党 但是当然我们也会 叫得人 恩典千年纪 得人花大 又万年香 不论你 是基于不賤而屈人的和平也好 总之你给了机会我们上位 否则的话 我们还在韩战之后 被制裁 被围堵的时候 我想中国现在 我想我们还是在耕田 真的 不是开玩笑 当然 当然 美国也不是因为 觉得我们一世耕田 不是办法 所以不说你帮我 不是 我和他们没有特殊关系 我们思想都不同 我们信奉马克思 主义 他们是 施本自入市场 不同的 这些事情 有机会才能和你分析 在里面 不就是说 基辛格 真是 一个是希望以不战而屈人 他每次所做的所有的说话 都是避免了跟中国的 真是军事冲突 但是他如何巧妙地要 贏出这场的战争 这场的中美较量 现在应该捉 美国已经没有人才了 再没有多身格 这些人 只有两党不断 以反华为 他们的政治主题 这就是 这个叫做危险螺旋 就是你越转越深 很危险 所以整个提点就是 玩不玩 就是两个合大国 这个就是所谓 他最终极的一个 智慧的一个 的啟發 至于 我还当不当他是和平使者呢 所以说 我是当他和平使者 不算 他不战而屈人 是用得非常良好 配合了这个时势 他真的造成了很多的 是真的兵不血 而令到美国 成立 当然 去到尼克桑出的那本书 叫做 Victory Without War 北战而胜 就完全暴露了美国 其实他真的很想和平 尤其是很想 不通过战争 而改变了 我们中国的第五代 第六代 就是当时他们这样说 的人 是变成西方的一员 这个我们警惕 所以今天我对基辛格博士 是觉得他是做得很成功 他们有个孙子拼法的一个纯粹 他的大外交给我 发觉到 看到那个名 那个说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 就是西教会 百年会出现的全球大国 这个我相信就是中国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 也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石楼台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每日用十分钟 告诉大家 中国发生什么重要事 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对看 现在很多媒体 比较少说中国的新闻和分析 而且多数都是说负面的 少有说正面消息 叫年轻人每日抽十分钟 看石楼台新节目 十分钟看中国 就会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事 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部订阅石楼台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浏览石楼台内容介绍 以及免费试看一些精选节目 多谢大家支持